出谷纪第28章 你应从以色列子文中叫你的哥哥亚郎同他的儿子们 即亚郎和他的儿子 纳达布、阿比胡、厄纳加习尔和伊塔玛尔 一起来到你前 纳他们作我的诗祭 应给你的哥哥亚郎造圣衣 以示装而美观 凡我使之具备艺术天才的艺术人员 你应吩咐他们为亚郎造服装 祝姓他作我的诗祭 他们应做的服装如下 空牌、厄忽德、毛皱长袍 即成的长衣、礼观和腰带 他们为你的哥哥亚郎和他的儿子们造这些圣衣 叫他们作我的诗祭 他们应用金线、紫色、红色、珠红色的毛线和细麻去做 他们应用秀公以金线、紫色、红色、珠红色的毛线和念的细麻做厄忽德 两条肩大应结连在厄忽德的两端 将厄忽德束在身上用的带子 也应将厄忽德一样做法 与厄忽德连在一起 全是用金线、紫色、珠红色的毛线和念的细麻造成的 再取两块红马脑石 将以色列的儿子的名字刻在上面 六个名字刻在一块宝石上 另六个名字刻在另一块宝石上 全照他们出生的次序 以欲供雕刻法 好像黑印章 把以色列的儿子们的名字刻在这两块宝石上 陷在金框内 再将这两块宝石 即以色列子文的纪念石 挂在厄忽德的肩带上 压忽要在上主前上 在两肩上带着他们的名字 好获得纪念 要做两个金框 两条纯金的链子 要像造成纸一样领成 把这像成纸的金链结在框子上 应以售工做判断的胸牌 像造厄忽德 用金线 紫色 红色 珠红色的无线和链的细麻去做 胸牌要方形 双层 一扎长 一扎宽 将双陷的宝石安装在上面 排成四行 第一行 赤玉 青玉 翡翠 第二行 紫宝石 蓝玉 金钢石 第三行 黄马脑 白马脑 紫晶 第四行 黄玉 红马脑 水仓玉 这些宝石都陷在金框内 按照以色列的儿子的名字 宝石应有十二块 按黑印法 每块黑一个名字 代表十二支牌 为胸牌再造两条纯金链子 将成子一样领成 在胸牌上做两个金环 将两个金环安在胸牌的两端 将那两条金链结在胸牌两端的环子上 把两条链子的另两端 结在那挂在厄忽得的肩带前面的两个框子上 再造两个金环安在胸牌的下两端 靠近厄忽得的内边缘上 再造两个金环安在厄忽得前面两肩带的下边 靠近厄忽得带子的上边与肩带相连结的地方 用一斤纸成把胸牌的环子系在厄忽得的环子上 使胸牌结在厄忽得的带子上 免得胸牌在厄忽得上移动 如此厄忽进胜所时 在他的胸前 在判断的胸牌上带着以色列而指门的名字 为在上主前上获得纪念 在决断的胸牌内应放上乌龄和特命 几时厄忽进到上主前上带在厄忽空前 如此厄忽在上主前时 空前上带着为以色列指闻行决断的工具 再为厄忽得做一毛奏长袍 应全是紫色无线的 中间留一领口 领口周围叫积公做上边 像箭袍的领口 免得破裂 在长袍底边周围做上紫色 红色珠红色的无线石榴 在石榴中间 周围再做上金灵当 如此在长袍底边周围 一个金灵当 一个石榴 一个金灵当 一个石榴 当亚郎穿着行礼时 能听见他进圣所到上主前 或者出来的声音 免得他死亡 应用纯金制一个牌子 在上面像黑印张黑上足胜于上主 用紫成纸 将牌子是在礼观上 即是在礼观的前面 哪排常在亚郎的额头上 好叫亚郎担当以色列子民族性各种性物时 干凡性物的罪过 哪排常在亚郎的额头上 为使人民在上主前获得越纳 应用细麻编制长衣 并用细麻做礼观 腰带应是偏承的 也要为亚郎的额子们做长衣 腰带和头巾 以色妆严美观 你把这些服装给你哥哥 亚郎和他的额子穿上 给他们富有 授予性迹 祝性他们作我的施制 还应给他们用麻布做腹子 从腰部直到大腿 遮盖他们的裸体 当亚郎和他的儿子们进入 背幕或走近祭台 在圣所内行礼时 要穿上腹子 免得招致惩罚死亡 这为亚郎和他的后代 是永远的规律 请支持网上圣经阅读 请按赞好及订阅 感谢感谢 感谢感谢